今天呢有一件大事件 对于俄罗斯来说 5月9号是俄罗斯的胜利纪念日 大约在今天下午3点多左右 3 4点 那普丁也亲自到了现场大阅兵 那么今年到底看出了什么呢 我们说阅兵啊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帅将军 带我们来看深入来解析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影片 莫斯科今天的这个胜利日阅兵呢 普丁出席了 那么另外呢 邀请了邻居这个贵客通来 被美国制裁的一些国家 也都到场了 像白俄罗斯啦 吉尔吉斯坦啦 塔吉克 乌兹别克 亚美尼亚哈萨克 多国领导人跟普丁 一起出席这个阅兵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今天胜利日的现场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画面是这个 邵一谷他们的国防部长 那么普丁呢 在今天呢 也到了这个现场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说这一次的这个阅兵呢 节目开始之前 我还跟帅将军在讨论说 将军啊 这次阅兵你看出了些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哦 据说呢 今天发表演说之外 这个大阅兵呢 乌克兰其实也在办一些庆祝活动 但乌克兰偏偏不叫胜利日 他们就把它改名说 要叫做欧洲日 连这个节日的名字 都要来PK照进 那么这一次阅兵啊 CNN呢就先看衰 他说俄罗斯啊 现在能用的好用的 全部在前线 那么阅兵阅什么呢 好来看到了 据说是二战用的T55坦克 从仓库搬出来 轻轻灰尘就运上场啊 将军 俄罗斯这次的阅兵 您看到什么内容 现在俄乌正打得水深火热 差不多的武器 损失的战车都超过一千多辆 那现在怎么办呢 就把二战时期的T55拿出来 他也不是轻轻灰尘了 他一定要修一修 还要能动 因为摆了这么多年啊 要他恢复动物 那还是要花很多功夫 但是也就是打到这个民穷财劲了 这个老武器都上场了 这个T55是非常老旧的战车 如果这个战车拿到战场上 碰到德国的鲍尔 美国的M1 跟这个法国的这些武器 很难抵抗 因为坦克车机动要快 炮塔要够厚 装甲要够厚 炮的射程要远 炮的穿甲力要够强 那么在坦克车的决战里面 才能够自胜 对 那这个呢 就是勉强提供一些活力了 提供活力 那么真的遭遇到先进战车的时候 当然乌克兰也不是全部 独有先进的坦克了 也有老式的 就双方都把家底都掏出来了 所以这一次大阅兵看起来 俄罗斯是 他这个为什么要纪念这个战胜利日 全世界打那么多仗 一时仗二時仗 俄罗斯打赢德国这一仗 牺牲的时代太大 比我们中日战争还要惨烈 像这个史大林格勒 列宁格勒这些会战 都伤亡上百万 所以这个战争非常激烈 所以俄罗斯每年 都要搞一个胜利纪念日 一方面就是古武士气二面 是纪念他前面的 抗德的一个英雄 难怪每次普丁都会献上玫瑰花 他要对这个伤亡 无名战士表达致意 这一点普丁做得很到位 他一定不管下雨 刮风 他都自己跑到那个烈士墓前面 不细的火焰前面 要送上一朵玫瑰 那一般来讲 虽然俄罗斯不是一个 很民主人权的国家 但是普丁对军人 对退伍军人的尊重 那是在全世界各国里面 他表现的是最突出的 所以你看他阅兵或者是国庆 他把退伍的老兵都放在参观台的 很前面的位置 他还扶着人家的手上去 所以战斗民族 他上午的精神大概是蛮强的 跟美国可以比了 的确 而且在今年 虽然说前线还在打仗 但是这次阅兵也出动了至少有1万名的各军种的官兵 125种的各式军事装备 战机 轰炸机 还有弹道飞弹各式的坦克 然后也邀请到了贵宾一起来参加 许多中亚的领导人以及总统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来看到这个画面 亚尔斯导弹 今天亚尔斯导弹是在下午3点钟 就是在举行阅兵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这个导弹是代表着什么样的意思 为什么要在阅兵的时候 在胜利日特别秀出来呢 这是陆基核打击的中间力量 在2010年的时候开始服役 据说是俄罗斯最具有威力的洲际飞弹 它的射程式可以达到1.2万公里 而可以期待多枚不同当量的核子弹头 那么这次在红场秀出来的是 RS24的亚尔斯洲际飞弹 曾经也参加过今年3月底的 核战略这个演习 被普丁在国情咨询当中 形容叫做是俄罗斯的无敌武器 将军你怎么看呢 在这一次红场特别秀的这个飞弹 当然在传统武器上 在乌克兰战场上 没有占到多大的便宜 但是面对北约整个联合起来 来打击俄罗斯 虽然是没有直接打击 是间接透过乌克兰 在消耗俄罗斯 俄罗斯就拿出这个核弹头的 这个最新的洲际飞弹 那这个就是在警告欧洲 其他的国家跟美国 就是我的压箱宝 你把我逼上梁山的时候 那这个飞弹 因为它飞弹超过一万多公里 它如果从北方北极兵帽那边打过去 美国很近 很快就可以透过阿拉斯加 就直接打到你洛杉矶 或者是任何一个大城市 这个就等于是一个威吓的一个行为 就是说你不要把我逼急了 逼急了我最后的压箱底的这个飞弹 还可以做核子平衡 所以这个是一个 你看前面展示的都是老旧武器 那罚善可成 但是被逼急的时候 我核武器已经完成准备 王牌在这边 王牌在这边 就是说你不要再加码了 把我逼得没有办法 我就是核 江春讲到了一个重点 不要把我逼急了 这是普丁最后的一个警告 但是现在你知道吗 最近风向好像真的变了 华尔街日报呢 在5月7号有这一篇报道 里面就提到了说 美国跟他的欧洲盟友认为 乌克兰计划5、6月这个春季大反攻 可能今年年底 对俄罗斯磋商铺路 而且中国大陆渴望可以说服俄罗斯代表 坐上谈判桌 这里面其实提到了这一点 他说拜登 美国现在是怎么样 转风向了吗 预料会向泽伦斯基示意 未来几个月可能适合停火谈判 我倒不这么乐观 因为美国的战略思考 就是希望乌克兰能够彻底把俄罗斯拖垮 拖得越久拖得越多 对美国来讲 那当年的头号敌人就威胁从此不存在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当然这个话讲好听的话 很爱我乐见其成 事实上呢 美国英国他们的想法是不一样 你看这个主战的都是苏联当年的富庸国 波兰 爱沙尼亚这些小国家 这些国家当年是苏联的 那么他们对俄罗斯有很深的恐惧 就是说不愿意再被俄罗斯统治 那乌克兰就是一个骨牌嘛 如果说乌克兰垮了 将来他们是不是被俄国再恢复掌握了 或者是被威胁了 所以欧洲这边的国家就觉得 这样打下去经济衰退了 通货膨胀了 收入减少了 老不轻松后变苦了 都不希望乌克兰再打下去 那么所以就变成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 这些国家都不希望你再打下去 但是美俄 美国跟俄国的看法是什么 乌克兰的春季公司打得漂亮的话 那么谈判桌上的条件就可以增加一点 如果是打得不漂亮呢 那谈判桌上的议和的可能性就很低 但是我们预估 因为大家都耗得差不多了 耗得差不多 说停火协议是有可能的 但是停火协议不具有任何保障 就是我喘下一口气了 我后勤补击上来了 马上又可以开战 马上又开战 我们独战史太多了 任何一个长年的战争 停火又打 打了又谈判 谈判了又停火 停火又打 我们自己国共内战的时候 就很多经验 打打谈谈谈谈打打 所以停火协议只是第一步 停火协议的好处就是让双方的代表可以坐下来谈 那么谈不谈的什么结果呢 可能下一次又要来一次 所以我讲在你们这节目也讲过 中国要调停组合 一定要打到双方都没有意愿再打下去了 才能够调停 那么能够主张让俄国跟乌克兰能够停火 就是很了不起的外交成就 很了不起的外交成就 所以大家 美国讲这个话也是在看全世界的反应 他也在探探大家的风向 大家都知道这个 谁在背后烧这个战争 这个战争谁能获利 对不对 大家把罪魁祸首会推给美国去的话 那当然他现在要讲我乐见其成 希望能够 他也想要被贴上和平的标签 如果说你是真希望停火的话 你干嘛送那么多好武器过去 的确 对不对 所以我原本就在讲说 你是看虽说乌克兰这场战争打不下去 所以可能年底要来停火协议吗 当然乌克兰也是很难撑 那停火也是座椅的官变 看后面的变化 也是一个缓冲 情绪的缓冲 那拜登如果让这个和平协议 这么早达成的话 他的下一任选举也不必了 对他现在掌握的 现在就是乌克兰牌在手上 还有抗中牌 那么最近的确我们说 其实俄乌战争打到现在 双方的武器压箱宝 基本上能上战场的 能用的都送上去了 那么怎么样增加自己的 战场上的这个兵源呢 据说乌克兰就掳获了许多大量的俄罗斯坦克 然后他们就开始把它改造DIY 那变成什么样子呢 最近就出现了一个 据说乌克兰把T62坦克把他的炮塔移掉 就变成一个混血的步兵战车 但是据说BMP-2的炮塔跟T62 抱歉 尺寸不一样 那怎么办 装上去就没办法用了 可以 他就把它固定在最前面 让它无法转动 将军这是什么样的概念 炮不能转动那怎么办 只能开直的 做一辆坦克 它是一体成型的这个履带车辆 那炮塔跟车子的这个主要的轴层 能不能承受炮的后座力 那这个老的战车不能用的话怎么办呢 他把这个PM-2 这个算 那个不算是什么炮了 它算是像机炮大一点 就是说它的重量轻 可以换上去 但是因为这个炮塔下面这个圆盘 尺寸不一样 它只有把它焊在前面 那这个炮就是一个固定 那要打的时候 车子要调过来 对你打 调过去对你打 那就跟坦克车的自动 360度回转的那个不一样 所以它的观念不是拿来当坦克 因为它有装甲防护 有装甲防护的话 步兵就可以坐到这个车上 当一个什么车呢 应该叫做火力资源车 当作也是一个防护就对了 躲在里面 有防护 上面有这个机炮 或者是小口径的这个火炮 然后又可以移动 还有机枪 那么高速的移动 总比两个脚步兵 走路要快吧 那战场上很多炸弹的碎片 炮碎片呢 这种车子的装甲都可以防护 它就是防护不了穿甲弹 对 就是说无人机如果说用的不是那种穿甲型的话 对它伤害就比较小 所以难怪战争有很多种打法 这就是其中一种有没有改造DIY 那最近据说乌克兰的武装部队 还收到了一批以色列制造的低空预警雷达 还有超短程防空系统配合之后呢 据说可以降低这种低空的威胁 像是无人机或者是这种制空炸药 火箭炮 迫及炮等等 而且呢值得关注的是 这套系统据说是在立陶宛 把人家发起这个募资 募到的 然后送到这个乌克兰去 就是这一套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 这个网路媒体就传出这种蒙面乌克兰军人 跟雷达的合照 但是这种系统到底真的是可以达到这个低空防护的效果 对乌克兰现在需要这个是什么 我先讲一下以色列 以色列是所有国家里面最会改装武器 也最能研发新武器的一个国家 我先把它历史讲一下 当初中东战争的时候 以色列军备不足嘛 他接受英国的团队 球长的坦克车 接受美国的巴登 希尔曼的坦克车 自己的坦克 还有俘虏俄国的这个 就是巴基斯坦的这个俄国坦克 多国的武器他都有 可是他都能够把它整修的出来 能打仗 所以以色列的科技 到现在我们还是很佩服 那这一套东西呢 这套东西好处在哪里呢 它对低空的武器 它有很强的拦截 它有duplet的这个雷达 可以搜索低空的这个目标 而且可以滤掉杂波 它很快就找到 这个飞来的威胁的 这个火箭弹 炮弹或者是飞弹 那这一套 加上它的防空武器呢 所以为什么俄罗斯很多 武装直升机被干掉 对 对不对 一个武装直升机 本来是一个很优秀的 密资作战的这个武器 它是坦克车的克星 对 没错 但是 又可以飞很低 对 又可以飞很低 它是靠地形的掩护 所以这个雷达就是专门 对低空搜索的很清楚的 所以我们在前面的影片里面看到 俄罗斯很多武装直升机被干掉 那么被干掉是两样东西 一个是以色列的这个防空系统 一个是美国的次征飞弹 次征飞弹也是打短程的 它也是搜索的很清楚 在中东波湾战争里面 武装直升机发挥了很大的战力 对不对 那但是乌克兰收到这个的话 俄罗斯的直升机也比较超 要操心很多了 难怪啊 这俄乌战争打不完 原来有很多新型的武器 适合战场的 源源不绝的送来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重要的理由 专家说美国要把台湾乌克兰化 用大陆打台湾来牵制大陆发展 这些绿美不会告诉你中天会 如果你不要战争 要和平 你需要正确而且权威的 国际资讯和情绪分析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有多一分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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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刚才 速锐BERG 按赞 ığın转 掂 转发 mainly con提供 点赞 中 制 desire 肯 足